嬴政对烙矮发出灵魂拷问 你不是个宦官吗 声音怎么没变 是不是没扇干净 赵姬的肚子越来越大 只好把肚子给缠起来掩人耳目 他找嬴政请了个长假 说嬴政勤奋好学 自己以后就不用去听证了 嬴政没搭理他 只是说他变胖了 比以前胖了好多 而烙矮这边也找到了吕不韦 说赵姬在宫中烦闷 自己想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老吕有些怒了 嬴政还未加官 赵姬还要听证 朝中还需要他来作证 你要是敢把王太后拐走 别怪我不讲情面 烙矮丝毫没怂 如果老吕不给他个方便 也别怪他不讲情面了 这卷博上写的就是 当初老吕谋害先王的秘方 老吕一甩袖子 恶狠狠地瞪着烙矮 现在只需要老吕跟嬴政说赵姬病重 让嬴政前去探望即可 老王为赵姬把了卖 说他常有心机郁闷之感 虽无大碍也需注意疗养 最好能找个风水宝地进行调理 然嬴政却迟迟没有发话 反而对这夜明珠产生了兴趣 烙矮连忙凑了上去 求嬴政成全老王所说舅舅太后 嬴政一听烙矮这声音真是怪了 问是不是没善干净 赵姬连忙插开话题 说再不让自己出去就憋死了 嬴政想想也是 母后现在太胖了 是应该出去锻炼锻炼 雍城的大正宫一直空着 离咸阳也不远 不如就去那里吧 但嬴政回去后还是不太放心 问赵高是几岁来的秦国 赵高也挺惨的 九岁就被断了根 已经伺候了四代秦王了 嬴政的心结没有解开 或许只有早早就被阉割的人声音才会变 但明天母亲就要走了 她还想再跟母亲一起睡一次 正熟睡的烙矮连忙爬了起来 嬴政觉得似乎是自己错怪了母后 多年来自己对母后的关心也不够 所以今晚她想守着母后以报养育之恩 她躺在赵姬的怀里 没过多久便睡着了 而嬌矮则在外面冻得瑟瑟发动 既然睡着了 就把她送回去吧 你轻点别吵醒她 这小子我太了解 她一旦睡过去 跟都死猪一样 绝不会想她 嬌矮把这个抢她被窝的男人抱了起来 她走在这宫墙之上 脑子里突然浮现一个恶念 秦王的性命可就攥在她的手中 但她还没这个胆子把嬴政给扔下去 转眼间就是六年过去 嬴政也已长成了大人模样 在吕不韦的运筹下 嬴政顺利地除掉了她王位上的绊脚石成交 而老吕的吕氏春秋也已经完成编子 她把这毕生的心血献给了嬴政 她也正是为嬴政所编写 但嬴政却觉得这就是一本大杂贵 自己可没功夫阅读这堆杂书 老吕有些伤心了 回去后便烧了这些竹简 她知道嬴政年龄越来越大 对她的成见也越来越大 或许她是时候放权了 而另一边的落矮正在跟赵姬悠闲地玩耍 不仅第一胎生了个儿子 还让赵姬又怀上了二胎 这也让她的野心有些膨胀 既然赵姬有了一个秦王儿子了 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二个呢 她老矮和赵姬的儿子 为什么就不能做秦王呢